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校的醫學會 簡單來說是醫科學生會 發了一封公開信譴責政府應對第三科肺炎爆發採取的措施 大家聽到我漏了這兩個字 因為這兩個字小弟覺得很有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件事小弟很感激大衛sir提供給小弟 但是小弟的習慣大家都知道 就是任何東西會查一查出處 絕對沒有不相信的原因 這是小弟的習慣 所以很理所當然的小弟也是在網上搜尋了一下 結果就找到這份東西的出處是來自香港大學學生會 醫學會的面書專頁 所以相信這份東西真的是他們出的 那麼小弟也看過這份東西是在他們自己的免書裡面 刊登了這份東西出來的 所以小弟對照過之後這份東西是正確的 那麼我們很老實說 為什麼今天要錄這一段影片 就是小弟很想拿著這份東西 和大家看一看到底我們今時今日的醫科學生 到底他們是怎樣想法 以及看看他們的質素去到哪裡 因為很老實說他們的質素對我們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今時今日讀醫科 將來他們畢業之後會做醫生 人沒可能不病的 當我們病的時候就要去找這一班醫生 他們醫不醫治我們 有沒有心幫我們 其實他們的質素會決定了香港市民將來的福祉 所以我們就很仔細研究一下這一份東西 首先就是他的題目 昂首天外不顧百毒壓境 人命攸關衰積立助言起行 很公整 但是可惜現在我們在講醫學 我們不是在講文學 所以我們看看他的題目 他就說政府應對第三波 用著什麼名字?武漢肺炎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現在正不正確 絕對不正確 我們如果找回一些資料的話 就會看到世衛組織的資料 這個冠狀病毒所導致的肺炎 去年年底爆發的肺炎 其實世衛組織已經有一個正式的名字給他 大家知道英文叫做COVID-19 因為是2019年或者COVID-19 而且這個病毒已經有名叫做SARS-CoV-2 而且這個名字是什麼時候宣佈的呢? 2020年的2月11日 2月11日已經宣佈了正式的名稱 但是到了7月25日 他們所發出來的公開信仍然是用了一個舊的名字 小弟真的很懷疑這幫人的學習能力 為什麼呢? 2月份已經出了正式的名稱 他到7月都改不了口呢? 這件事真的令到我覺得很擔心的 因為很老實說 如果他連一個對一個名稱的學習能力也缺乏的話 令到小弟很擔心他有沒有能力去學好他們的科目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們不是學習能力的問題 而是因為一個立場的問題 故意用一個比較詭異性的名字 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底問題大不大呢? 我們可以看看耶魯大學怎麼說 耶魯大學很出名 大家也知道 耶魯大學的醫學院 發過一篇文章在他的網站看到的 就是說 稱呼籲COVID-19 the Wuhan virus or China virus is inaccurate and xenophobic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我們已經有個名稱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 或者叫COVID-19 將它稱呼為武漢肺炎或者中國病毒的話 是完全不正確 而且這個是有排他性 連耶魯大學都故意出了一份文章 去譴責這個無知的行為 但是我們事隔這麼多個月之後 香港大學醫學會 香港大學學生會 學校醫學會 那些醫科學生 仍然用了一個舊的侮辱性的名字 他們到底是屬於什麼人呢? 這個我真的留給大家自己判斷了 然後我們看看裡面說什麼 第一就是說一說現在的情況如何 OK 沒問題 最後兩句就是說 惡病是虐 港府依舊是虐無睹 不是因由 OK 這件事暫時評論著 然後我們看看第二段 疫情南下多時 南下是什麼意思? 南下是說這個是北邊傳過來的 北邊在哪裡? 大家都很明白 一定是說我們的祖國 中國內地 大家是不是會有這樣的認知?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這件事已經有科學研究 說出來的是哪位? 說出來的是梁教授 是醫學院的院長 就是說 其實現在這個病毒已經變種了 而這個變種 是因為一個DNA 它的遺傳資料的一個 一個變種 一個特變 所以就令到感染率提高了30% 這個特變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特變就是一個被稱為D614G的特變 這個D614G的特變就是令到 其實現在全球的新冠肺炎 新的病徵 以前就是屬於D614的 然後其實由2月底開始 3月頭開始 其實這個已經是慢慢被G614去取代 我們也可以看看 G614這個病毒是在哪裡出現的呢? 我們看看同樣的一份研究報告 這一份研究報告 我們可以找找一個字 這個字呢 就是Europe 為什麼要找這裡呢? 因為其實呢 這一份文章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G614這個新的菌株呢 其實它開頭是很少的 但後來這個菌株在歐洲那邊 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到最後它取代了舊的菌株 那就是說呢 現在新爆發的這個病毒 的來源在哪裡呢? 歐洲 而且這個是有科研的實證去支持這件事 但是呢 你看看那些寶貝醫科學生 他們在說什麼 疫情南下 還在說在中國內地下來 那其實呢 他們真的有沒有去認真讀書 有沒有去看一看醫學雜誌 有沒有去搞清楚他們想說的話 真正的源頭 然後才來發這篇文章呢? 如果一班醫生是這麼不小心去處理他們的專業知識的話 這班人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好醫生呢? 然後我們又看看他 他說什麼 說港府昂首天外 高居所謂在牙之塔 絕不理民間疾苦 怎樣不理呢? 提心吊膽 擔驚受怕 已成港人一常 掛牆圓膽地憂愁著 食物衛生用品 以及口罩的穩定供應 OK 講食物 衛生用品 以及口罩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看 是否真的供應有短缺呢? 沒錯 曾經有人搶過食物 是令到整個超級市場 都清掃了 衛生用品有人搶過 搶的是什麼時候? 2月8日的報道 大家看到很清楚 還有一些例子寫明 2月8日報章的報道 是有人搶食物的 2月8日到現在7月底了 還有沒有人去搶食物? 沒有見過的 你這樣說法 如果2月8日 剛剛疫情爆發 每個人沒有信心的時間 所發生的事 現在變成是香港人的日常 究竟這些人 到底有沒有道德觀念呢? 他們有沒有想著 為自己所說的東西而負責任呢? 這件事呢 給我看到 是真的很值得令香港人擔心的 尤其是他們將來要開藥給香港人吃 如果他們是這樣 順口癡黃 喜歡亂說 隨便拿著東西 就可以拿著老作的話 我們怎麼去信任 將我們的健康放在他們的手上呢? 然後呢 他們在這裡說 強烈譴責些什麼? 香港政府長久以來 應對疫情的消極外公 對科學的藐視 哇 很嚴重 香港真的做得這麼差嗎? 我們又來看看 其實這一份呢 小弟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其實呢 我覺得呢 他們 他們那群人應該不會看小弟的頻道 因為小弟的頻道呢 大家熟悉小弟的都會知道 我鼓勵的是什麼? 實質證據理性分析 但是他們呢 完全無視這兩樣東西的話 我覺得他們不會看的 但是呢 小弟分析 曾經分享過這件事很多次 全球頂尖權威的科研雜誌 Nature Magazine 網上的網站 Nature.com 他在4月27日呢 就出過一份新聞 這一份新聞呢 就說全球的科學家 當時在尋找全世界 哪個地方 哪個國家 他抗疫的策略是做得最好呢 他在這裏呢 沒錯 大家都記得了 他在這裏呢 就高調地讚香港 就說香港呢 甚至教得全世界 一幫全世界上了一堂課 那其實呢 我們真的從這裏呢 就可以看到 是否好像他所說呢 香港政府是 消極汰江對科學藐視 喂 全球頂尖的科學雜誌 說我們香港政府做得是全球最好 然後呢 當然了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中央政府做得比香港政府更好 不過呢 美國的雜誌 你真的不要指望他讚中國 當然了 也會有的 有些很持平的 但是 我不敢太大期望 但是呢 如果我們這樣看到的話 全球頂尖的雜誌 用這麼科學的角度 去 講到這件事出來 然後他們說 香港政府對科學藐視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 到底對科學藐視 或者不科學是什麼人呢 會不會是我們未來的這班醫生呢 我真的不敢肯定 然後呢 他在下面呢 也繼續講到 說香港政府安排病毒檢測量 不足人口的千份之一 每萬人僅9人接受測試的 眾發達國家 例如新加坡 每萬人有近13人接受測試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呢 他這樣寫法的話 小弟相信是真的 但是呢 到底這件事有沒有原因呢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直至現在為止 香港確診的病例 2779宗 這樣呢 如果是我們除了的人口比例 香港750萬人 就是說每1萬人裡面 有3.7人發病 4個人發病 如果我們看看新加坡呢 新加坡的總人口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他現在是560萬人 多一些 但是呢 直至今天為止 他新冠肺炎的確診 確診的 確診的 案例呢 就有50838宗 就是說 換句話說 我們將他除一除的人口比例 每1萬個新加坡人裡面 有90個人發病 大家記得 每1萬個香港人裡面 有3.7個人發病 每1萬個新加坡人裡面 有90個人發病 其實如果我們看到 大家兩者 那個發病的比例 相差這麼遠 你怎麼可以想著 香港要跟別人 是同樣這麼嚴格去測試呢 其實呢 老實說 我們香港認識做了 每1萬人 有9個人接受了測試 其實呢 差不多呢 可以說呢 是等於新加坡呢 所接受測試的人口比例呢 是超過 七成 接近七成 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 雖然我們那個 確診的人口比例呢 是遠遠低於新加坡 大概低二十幾倍左右 但是呢 我們的測試量呢 是接近他們人口比例的七成 就是說其實香港其實測試得很多的 因為香港真的爆發得並不嚴重 最嚴重就是今次 剛剛這幾天的了 但是相對於別人爆發得很嚴重 他驗得多些 是不是正常很多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但是竟然呢 我們這班呢 叫做天之嬌子 香港成績最好 應該 E4要求仍然很高 小弟當年E4要求很高的 叫做成績最好的一班 但是他們竟然缺乏這麼簡單的邏輯能力 所以這件事情 小弟是真的覺得很奇怪的 為什麼呢 現在的E4學生的質素會去到這樣呢 其實呢 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香港政府是不是不做事 不去驗呢 不是啊 香港政府已經連結了 有些大型的測試企業 甚至是有一家 說每一天可以驗到三萬個樣本 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結果是誰反對呢 大家去找回報章 你們看到很多媒體 甚至是所謂專家 一直都想說反對 是借助我們內地的力 雖然內地可以做得比香港更多 但是呢 他是不想借內地的力 那這個是立場 還是一個理性的判斷呢 這個呢 大家就很清楚了 所以小弟也不多說了 然後呢 下面就說到 說導致這個確診個案的輸入 成為社區爆發導火戰 就是因為免除多達33類人士的免疫要求 他還要說到一句很有趣的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一人認為維持本港的經濟活動的人士 一人認為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很懷疑 他們是不是剛剛到香港了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香港人的話 他應該知道香港不是行政長官一個人說了事的 有整個行政會議幫他做決策方面的決定 而且呢 每一個星期會舉行一次會議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大家集體決定 他在說 林鄭月娥一人認為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知道 還是亂寫 如果一個醫護的從業員 他是喜歡亂說的話 大家想想這件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 另外呢 他也有說到 說現在最有可能爆發 導致第三輪爆發 就是因為有些豁免檢疫的人士 就是傳入來的 所以導致第三輪的爆發 我又看看 其實豁免檢疫的人士 不是今時今日 不是7月份才開始的 小弟找到一份4月28日的報道 4月28日的報道 已經是說有新增兩類的豁免人士 其實豁免人士 豁免檢疫已經是很久的一件事 但是雖然豁免檢疫已經是這麼久的話 我們看看 香港由4月28日 其實4月28日之前已經有部分人在豁免 一直到7月 6月底都沒有大爆發過 那你現在走回來跟大家說 是因為豁免而令到大爆發的 有科學根據嗎? 沒有 如果沒有科學根據 那就是說 他們 誰藐視科學呢 我覺得反而是寫這封信那幫人 其實真真正正我們看到 為什麼大爆發呢 就是沉寂了很久的社區活動 非法集會 在7月1日又爆發出來 又真的這麼幸運 我當是巧合 7月1日去到7月7日8日 就是正正是爆發的開始 為什麼? 大家想吧 其實大家都知道有答案的了 那他在最後這裡 也提到說 具指標性的公務員在家工作 安排應該早實施 但是拖拖拉拉 導致政府辦公室爆發 蔓延至社區 所以 就說 研究員工再加工再措施 逃真爆發風險 那到底 香港的公務員 是不是爆發得很嚴重呢? 其實這裡 我們真的要看一看數據才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小弟的習慣 我是很喜歡看數據的 因為數據不會說謊的 人的想法 人的立場會造成偏差 人的思考有機會錯 但是如果看數據 數據基本上 除非搜集的過程 有問題 否則的話 不會錯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份 是 去到 17日的報道 它紀錄到 是去到16日的 這裡說明 是新增4名公務員 或其家屬 包括家屬 不僅公務員 累計12個人 其實如果小弟 剛才也做了小課 我們就拿他 開始雙位數字爆發的第一天 7月4日來開始紀錄 因為由7月4日之後 每天都雙位數字爆發了 所以小弟就拿這一天 來做爆發的頭一天 一直去到 7月17日 16日 到16日 那天67人 確診 總數 就在7月4日至7月16日之間 有408位朋友 不幸確診了新冠肺炎 408位朋友入面 剛才大家都見得很清楚 408位朋友入面 有12個人 我計算家屬 圖給你 12個人 就是有 染病的 如果我們看看百分比的話 大概是2% 多一點 實質來說 就是數值 應該是 0.029 就是2.9% 大家記住這個數字 然後我們看看 香港公務員的比例 香港公務員 香港是全港 應該是最大的僱主 就是173,700位公務員 這個不是很新 不過給大家一個參考 2018年的數據 但是香港的勞動人口有多少呢 也不是很新 2016年的數據 395萬人 就是395萬人入面 有17萬人是公務員 公務員佔香港勞動人口的比例 就是173,700 除回 我當是400萬 因為勞動人口會增長 除回400萬 那就是說 是4.3% 4.3%的勞動人口是公務員 但是 染病 確診者 2.9%是公務員 大家一比較 就已經看到 其實確診的公務員 那個比例 是遠遠追不上人口 公務員所佔的人口比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說在公務員大爆 還惹去社區 這句說話 有沒有根本 有沒有基礎 完全沒有 因為如果按正常的人口比例 我當是跟人口比例 工作人口比例 一模一樣 4.3%的話 其實確診者 408人入面 應該起碼有19 20個 是公務員 先至 等同的比例 但是現在只有12位 公務員 所以 其實公務員染病 的機率 反而是相對於其他 其他的行業 還要低 所以他這樣說法 說是因為這樣 蔓延到社區 說這句說話 抱一句老成語 這句說話叫做 無的放恥 他上面說 眾恥之的 我就說他們是無的放恥 根本就是亂說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到 現在這一份 他所提的大部分理據 都是錯的 或者是偏頗的 或者是過時的 所以一群這樣的人 到底他們 他們現在正在學醫 將來會是醫治香港人 到底這群人是否靠得住呢 我已經不再講他們的學術水平 學術水平低到什麼地步 例如他在這裡說 這個呢 是 政府免除多達33類人士的免疫要求 豁免他人檢疫的檢疫政策 大家都知道 中文有少許水平的人都知道 豁免不是這個豁 這是豁好的豁 豁免應該是左手邊的害字 所以 其實他們根本連中文都還沒有寫得好 寫一篇發出來的公開信 都有錯別字 就是我不討論他的學術水平 我只是說他的專業水平 他科學的態度 其實全部都不合格 但是呢 如果是這樣看法的話 又真是令到小弟 覺得非常非常非常之深奧的 因為 為什麼呢 一個醫科畢業生 他畢業之後 過了Hausman 他正式做了M.O. 起床點多少 7萬元 但是他現在是什麼水平 7萬元 知道每一個醫科畢業生 他用了政府多少的公帑 這裡寫得很清楚 每一名醫科生 每年單位成本 大概是60萬港幣 一個醫科生讀五年 即是 每一個醫科生 由他入學 到他畢業 用了納稅人300萬 但是他們現在是什麼水平的人 所說的話 完全沒有根據 無視現實 無視科學 只是一味靠自己的想法 去不斷地作假的資料出來 很希望大家 借著這次他們這一封公開信 認清楚 我們在養 我們在培養的這班人 到底是什麼水平 也都是希望 政府正視一下 現在的 政府和教育界都正視一下 現在的醫科學生 到底是屬於一個什麼水平 這次小弟分享到這裡為止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覺得小弟分享的這段影片 是對大家有幫助的話 很希望大家 按一下分享鍵 將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讓更多人可以看清楚 我們現在培養的醫科學生 到底是屬於一個什麼水平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小弟 下一次的 下一個話題的討論的話 很歡迎大家訂閱這個免費的頻道 還有最重要是按了小鈴鐺 當小弟有下一個話題 錄下一段影片的時候 大家會馬上收到通知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一次 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我請問一下 有点討論 請問一下